学生团体提出一项诉求 再审查 对回两岸考到学义 学生不违禁 感情报爆发了 多过重的一场 学生和民众情绪激动 本身是冲冲大学材料系 然后毕业完之后 老师介绍国防疫到雅列斯公司 董事长他对于全世界的愿景是很大 除了脚踏车 那包含航台锻造旅轮圈业 以及到旅机型的部分 并不是只局限在于某一个产业别 或是事业别 那可以让我们的同仁呢 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性 我跟公司一直的 从原本小小的工厂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们公司总共在台湾 应该有三四个厂 那其实公司给我们非常大的空间 去做学习成长 我在雅列斯已经十年了 从毕业之后就进我们公司 已经十二三年 我在伦组课担任到十年的课长的职务 后来三年的时间了 两年多 做的就是二十年了 好 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因为我们没有内需市场 内需时代太小了 那这样子 你要在什么国际舞台 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MIT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民间企业我们真的已经很努力在走 除了展览活动国外的国际赛事 但是政府怎么样来帮我们这个中小型企业 这个品牌形象上面再推一把 其实ECFA推动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真的很期待 尤其是对脚踏车这个零件 我们雅列市做的产品比较属于中高等 让大家知道内地可能也有很多的同样做相同产品 但是他们的产品的级数可能没有我们这么高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市场在那里 ECFA之后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像于现在锻造旅圈的这一块 我们到大陆的进口关税是零关税 所以等于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出破率 那以及可以增加我们在当地的竞争力 因为我们公司属于外销的公司 所以ECFA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正向的 让公司跟我国际关 在设计的部分我是接触更多欧美的案子 品牌的推广上面跟能见度 还有那个品牌竞争力上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有优势的机会 来自台湾的品牌在世界上更发光发人 大家都看不到 我觉得其实不用去排斥说去POP跟人家竞争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是有这个人力的 为什么我们不要去以比较开放的心胸 去面对这个我们所说的外来的竞争 因为我觉得有竞争才会进步 然后有进步的话我们才会更强大 我们才会更强大 我们才会更强大